哈囉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就是前一陣子 出了一場外匯的餐會 經過主人的同意 就是有稍微錄影 然後就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這一天做的一些菜色 首先現在畫面中看到的 我還在準備一些開胃菜的部分 這個是用澄清奶油去煎布里歐麵包 那要做一個開放式的龍蝦三明治 然後現在這邊則是在拌龍蝦肉跟醬 這個醬我已經事先做好 龍蝦也事先先煮好了 然後接下來這裡則是在裝飾這個叫做 花椰菜白瓦 就是Colorflower白瓦 就是可以把它當作有點類似布丁的一種 那它吃起來就是比較偏酸的口感 就是很適合做開胃菜 那我就是上面點綴一些這個 醃漬蔬菜 然後跟魚子醬 所以它就是 由魚子醬來帶來這個鹹度 那整個主軸是比較鮮明 帶點酸這樣子 很適合做開胃菜的小點 然後今天的影片 因為大部分的備料 我都是事先在家先完成 這樣子出餐的時候 就是比較快速 也不用說在別人家裡待那麼久 有備料因為就是我要用的東西都也 備料也還是蠻繁複的 畢竟都還是要自己事先先做啦 那 再來看到這個就是這個惡魔蛋Devil Egg 那我之前的影片也有一個惡魔蛋的影片 但是 今天的這個惡魔蛋的這個內餡啊 就是做法跟我之前的影片不太一樣 因為 今天這個惡魔蛋也是會加上一匙的魚子漿 那魚子漿本身鹹度很夠 所以這個惡魔蛋的這個內餡啊 就是口味會需要調整 不想要太鹹 因為這樣子鹹上加鹹就會太鹹 所以今天這個惡魔蛋的內餡是 也是以比較清爽 帶一點酸的為主軸 這樣子就是可以去跟魚子這樣的鹹度做一個呼應 那在這個填線的 部分也是不太一樣 就是先把底下填滿 那看到我是在 表面的其中一側 就是做了一個這個螺旋的這個惡魔蛋內餡 那另外一側就可以有空間來放一匙的這個魚子漿 那上面就是在點綴一點點這個金箔 那個就是完全是增加一點顏色而已啦 那這種使用金箔其實也很便宜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說一凱在做的這個龍蝦三明治 那上面加一些這個醃漬的紅洋蔥 那一樣可以增加一點酸度 那因為是開胃菜 所以 幾乎大部分的 開胃菜都會帶一點比較清楚的酸度 那 這樣子比較可以去刺激你的味蕾 然後可以達到開胃的效果 好那今天這個菜單的第一道菜 開胃菜之後的第一道菜是沙拉 那沙拉沒什麼好說的啦 那因為畢竟主要是 今天這個菜單開給外國人的 那外國人吃飯就是也都蠻習慣有一個生菜沙拉這樣 那今天的生菜沙拉我是用這個 柳橙汁 法式芥末醬去做一個 這個柳橙沙拉醬 然後再 一些切薄片的這個 甜的蘿蔔 然後一些無精 那再切一些這個柳橙果肉當裝飾 這樣子吃起來的 一樣酸酸甜甜 然後一點點鹹跟一點點芥末的香氣這樣子 那我上面一樣在有在淋了一些這個 成年的這個雪莉醋 好然後接下來第二道菜呢 是蘑菇湯 卡布奇諾 蘑菇湯我這視線已經煮好了 那我之前還沒有拍過影片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我之後可以再拍個蘑菇湯的影片 那基本上就是仿造這個 卡布奇諾的做法 那就是以蘑菇湯做基底那上面 就是鋪上鮮奶奶泡 然後在最上面我再撒上這個 用乾燥的牛肝菌菇去打成粉末 那去就是 假裝它是這個肉桂粉 因為卡布奇諾很多人都會撒肉桂粉在上面 那就是看起來像個咖啡 那它其實是蘑菇濃湯這樣子的 一道湯品 好然後接下來呢 就 到了這個鮭魚的部分 那鮭魚 大家應該很熟悉 之前的影片呢 我有煎鮭魚 那今天我配上的是這個 馬鈴薯 跟這個 Caper Emulsion 就是 酸豆醬 對那它就是 酸豆啊 鮮奶油 奶油 然後 還有 香檳醋 檸檬汁 去做成那個醬汁 那 酸豆一直都是跟 魚類 是一個非常搭配的一個 一個點綴的一個 食材啦 那因為它酸豆有鹹有酸 那 就是跟 本身比較沒有太多調味的這個魚 就是比較有一個 很好的呼應 然後呢 這個 酸汁 酸度 一定要讓它提亮出來 就是我們做西餐來說 酸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不管是任何餐點 哪一道菜 就是他們都蠻要求 酸度一定要有一個非常明顯 不論是 白酒醋的酸 或者是帶一點甜的這種 雪莉醋的酸 但是你一定要吃得出這個酸度 那 畫面都可以看到這個鮭魚 一樣表面也是煎的 就是香酥上色 那 煎鮭魚這個如果有興趣 還沒看過影片 可以往回去看 我之前就是有一篇影片 就是講怎麼煎這個鮭魚 那把這個去皮的鮭魚煎的就是 色香味俱全 給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最後一道的主菜呢 雙煮菜的第二道主菜 是這個龍蝦味 那這龍蝦味我是視線 已經先用蘇菲低溫調理過 然後現在是在浸泡在這個奶油中 那奶油加入了大量的這個 白禮香還有陰塵浩 帶去讓他帶出更多的一個香氣 然後呢 旁邊我做的這個就是 法式奶油醬汁 這個之前也有影片 然後 離火之後呢 再加入這個魚子醬 因為不想要把這個魚子醬煮得太熟 魚子醬就是讓他浸泡在裡面有溫度 這樣就可以了 今天這個龍蝦的主餐 我使用的這個盤子 是從這一個 一位台灣的藝術家 Kristina那邊購買來的 他的所有的盤子 器皿都是非常的漂亮 然後供給給很多全世界 知名的米其林餐廳 即使我們的老闆 Thomas Keller他的餐廳也都有用到他的餐具 那就是因緣 機會下 我這次有購買了 一套他的這個盤組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好然後最後這個 魚子醬煮blanc上面呢 有再滴上一些這個陰塵浩的有很綠 很漂亮的綠色 就是點綴一點顏色 然後還有陰塵浩的香氣 然後最後這個放後甜點呢 就是用我影片之前也有 介紹過的 Creme Bullet 這個烤布雷 來做一個結束 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我出這個 餐會的 這個 一些菜單 那如果有人對這個 影片中 任何一道菜 就是有興趣 然後沒有看過 怎麼做就是想要知道是 怎麼做的人呢 就是也歡迎留言 讓我知道 我之後就可以再找時間 拍影片 那 今天這個 整道菜色就是幾乎都是從 生的食材 自己全部把它做出來的 包含做這個 菸蔬菜 這些都是 那 所以就是 要拍影片給大家看 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那以上就是 今天的這部小短片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